這球出榜打在了左半邊方向這個球 有沒有機會 結果上去了 這是一棒再見全雷達 只有長野九一一棒 把這場比賽給打下來了 最後就靠著長野九一的再見全雷達攻向 這一分在九局的下半 把這場比賽給結束掉了 9月28號 獨賣巨人在東京巨蛋迎戰橫濱DNA的比賽 前八局雙方一籌莫展 維持0比0的僵局 直到九局下半 長野九一大棒一揮 把小白球扛上左外野看台 這是他生涯第三次的再見全雷達 而巨人軍本場比賽派出王牌投手 兼野之之先發 他完頭九局沒有丟掉任何分數 除了是本季第七度晚風勝之外 更追平了投手教練齊騰亞術的紀錄 幫助球隊手下重要的一勝 手打落在線內 這是一隻弱點非常漂亮的頁岸 這手跑車非常快的已經是繞過 三個要回來 這一球又是越過了三個手的頭頂 這一球也有機會再跑到2022 上高水平均當然輕鬆的繞回來得分 九月三十號 獨賣巨人交手廣刀鯉魚 首局巨人就靠著高飛犧牲打 先持得電 但下個半局 廣刀立刻展開反攻頒分比數 所幸三局下 田中俊泰和洋炮馬基 接連敲出二壘安打 讓巨人軍再度要回領先 雙方攻勢 你來我往 五局結束 兩隊戰成三比三平手 就這個球 投手的又攔珠穿過去 再接安打 最後呢 把三列上帶跑的雞串 輕輕鬆鬆的送回來 長野九一在短短的幾天之內 兩度扮演這個再接的英雄 八局上 廣島再攻下一分 敲前分數 最後一個半局巨人打線發威 版本勇人和鋼本合尊 先後敲出安打 隨後阿布甚至柱 選到四塊球保送上壘 在滿壘的局面下 長野九一敲出安打一棒 結束比賽 中場獨賣巨人就以五比四 拿下勝利